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19号星期五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市长及市府员工薪酬曝光 特斯拉加州汽车注册量继续下降 众院民主党领袖发声力挺拜登 拜登团队坚称绝对不退选 微软视窗故障引发大范围档机 中国前国务委员间外交部长秦刚 因个人原因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中国外长王毅下周在老挝 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以色列首都特朗维夫 遭胡塞致命超大型无人机袭击 微软荡机全球均受影响 涉事公司已部署修复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消息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田霞7月19号冬湾总和报道 旧金山纪事报根据2023-24财年 主计长办公室对每位旧金山政府雇员的 薪酬数据的分析显示 伦敦布里德市长去年的收入为46万9千美元 使他成为加州收入最高的市长 其薪酬包括约37万3千美元的正常工资 5万7千美元的退休金 2万2千美元的健康和牙科福利 以及1万7千美元的其他福利 高级官员中警察局长史格去年的薪酬最高 为54万7千美元 其次是消防局局长珍妮·尼克尔森 54万4千美元 还有警长保罗公本53万2千美元 周五上午旧金山湾区醒来时 发现全球技术故障 导致全球机场、企业和政府服务陷入瘫痪 此次故障归咎于网络安全公司Cloudstrike 该公司的软件用于保护数百万台计算机和网络 截至太平洋标准时间下午1点前 旧金山国际机场约有91个航班被取消 237个航班被延误 美联航是旧金山国际机场取消航班最多的航空公司 共有105趟航班被取消 本台记者天侠7月19号 东湾总好报道 加州圣河赛南部的民众表示 社区遭到邮件盗窃的次数太多 希望更换所有社区的邮箱 遏制邮件被窃事件 提高社区治安 据福克斯地方新闻二台的报道 代表该地区的国会议员吉米帕内塔 呼吁邮政局将钥匙所改为电子锁 以此减少邮递员被攻击的可能性 该图通常会攻击邮递员获取万能钥匙 自疫情爆发以来 社区邮箱的邮件盗窃率上升约87% 本来记者天侠7月19号 东湾总好报道 近日特斯拉汽车公布电动车数据 显示特斯拉的注册量连续第三个季度 在加州下降 其中4月到6月期间 特斯拉汽车注册量下降了24% 路透社援引加州新车经销商协会的报告称 特斯拉第二季度在加州的注册量 下降至52211辆 该报告还称 特斯拉的吸引力似乎正在减弱 特斯拉在加州的注册量 在1月至7月季度下降了17% 下面关注美国新闻 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杰弗里斯周五表示 他仍支持总统拜登竞选连任 并相信他能够在11月的大选中 击败前总统特朗普 杰弗里斯周五发表了更加乐观的公开评论 他还对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前景 表示信心 拜登的竞选团队主席迪龙承认 最近对拜登的支持出现了下滑 但他坚持说拜登绝对会继续参加竞选 有多种途径可以击败特朗普 总统拜登周五发表声明 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周四晚的演讲 描绘了黑暗愿景 拜登还称自己将在下周继续奔赴各地竞选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昨晚美国民众看到的还是四年前 他们拒绝的唐纳德特朗普 在超过90分钟的时间里 他只关注自己的不满 没有团结我们的计划 也没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计划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 拜登竞选团队在一份新的备忘录中重申 拜登将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尽管该党在未来的道路上仍存在分歧 7月19日 微软视窗软件故障 引发大范围电脑当机 影响了全球航空运输 银行 媒体和众多企业 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被下令停飞 电视广播节目被迫停播 众多企业都受影响停摆 造成此次网络故障的网络安全公司 Cloudstrike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次科技故障导致所有受其影响的 Windows计算机都需要手动重启 据了解 Cloudstrike的技术支持团队在于客户的沟空中 建议客户对受影响系统的计算机进行多次重启 最多可能需要15次 Cloudstrike的股价周五一度下跌15%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肖方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中国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18号闭幕 审议通过有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根据19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 透露的消息 有关决定共60条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合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本台消息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 19号主持召开会议 传达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指出要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 对科技创新 包容性 适配性 适配性 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引导更多资源要素 向新制生产力寄举 他说坚持用改革的方法 破解制约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升层次矛盾及问题 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另据消息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19号在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上表示 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及预期引导 防止形成单边预期及市场超调 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进一步丰富及完善外汇政策供给 健全以信用风险评估为导向 分类管理体系 本台消息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9号的公报 首次披露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 因个人原因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18号闭幕 全会根据党章规定 决定接受秦刚的辞职申请 免去他中央委员的职务 公报仍以同志 秦刚自去年六月起 再没有公开露面 其后遭免去外长和国务委员职务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 任期最短的外交部长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福仲 阮福仲19号时事 终年80岁 中国中共中央当天向越共中央致宴殿 中共和中国人民失去一位好同志 好兄弟好朋友 向越共中央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 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诚挚的慰问 另一据消息 越南将为阮服中举行国葬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1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及消费者已旧换新政策措施 指出措施牵引性带动性强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有利于更好释放内需潜力 会议又要求扎实做好下半年工作 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7月21日到23日 出席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1次会议 和第6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访问期间 丁薛祥还将出席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在19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林健回应北约官员正在讨论 如果与俄罗斯冲突加剧 将收回中国在欧洲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 他表示 有关言论是北约意图越界扩权 搞阵营对抗的又一体现 林健说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中欧和中欧经济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 北约以与俄冲突为由干扰破坏中欧合作 毫无道理 各方应坚决抵制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19日在北京同加拿大外长赵美兰举行会谈 王毅说中加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 双方应回归初心为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注入动能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 以巴局势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日表示 将于下周在老挝举行的东盟部长集会上 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 布林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安全论坛上说 他经常与王毅通话 事实上下周就会在老挝见到他 布林肯欢迎与中国对话 他表示美中两国能够在双方存在分歧的领域 包括南海和台湾问题沟通非常重要 布林肯说美中两国重建 美中两国重新建立定期的高层接触 这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想避免任何形式的意外冲突 必须开始沟通 中石化19号公布 上半年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 总经销量9014万吨 按年跌2.5% 当中零售总经销量约5700万吨 按年跌4.7% 直销及分销量3318万吨 按年升1.4% 上半年油气产量按年升3% 至将近2.6亿桶有当量 原油产量升0.6%至1.4亿桶 天然气产量升6%至近706亿立方英尺 香港邮轮及游艇业协会 撤出香港迁往新加坡 香港旅游事务署19号表示 该协会并不属于政府接触的 邮轮业界组织 没有参与政府推动香港邮轮 旅游发展的工作 根据该协会的说法 其主要业务是在香港训练和招聘船员 高温超导现象的发现 打破了人们对超导只能存在于极低温的认知 但经过各国科学家近40年努力 其形成激励仍然是未解之谜 寻找新型高温超导体 是研究高温超导的一个重要课题 日前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赵骏教授团队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刚团队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乔石团队 合作证实了 聂氧化物当中 具有压力诱导的超导体电信 其超导体积分数达到86% 为人们理解高温超导机理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平台 以下时间 让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野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 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 对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发动空袭 发言人萨雷亚表示 胡塞武装在空袭中 使用名为亚法的新型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可以避开 以色列防空系统准确击中目标 他说以掌握以色列境内 多处军事和敏感目标信息 并将其列为潜在的袭击对象 特拉维夫已成为不安全区域 以色列警方说特拉维夫当天凌晨 遭无人机袭击 造成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随后发表声明确认 袭击特拉维夫的无人机 来自野门胡塞武装 声明称 胡塞武装使用的是 伊朗制造的无人机 本台消息 在以哈战争导致加沙走廊 公卫环境急速恶化之际 加沙卫生部和以色列卫生当局 18号表示 在加沙地区的家庭污水样本中 测出小儿麻痹病毒 小儿麻痹病毒最常经由家庭污水 或受污染的水源传播给人类 联合国卫生机构早在1980年 发起一场根除小儿麻痹病毒的 全球行动 但这种病毒近几年 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再度出现 联合国国际法院19号发表 不具约束力的咨询意见 敦促以色列尽快结束 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国际法院是应联合国大会要求 发表这项咨询意见 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 建立定居点的行为 同样违反国际法 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相关活动 并撤离所有定居者 这是国际法院20年来第二次应联大要求 就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2004年国际法院裁定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 违反国际法并应予以拆除 但隔离墙至今依然存在 本台消息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 19日被俄罗斯一家法院裁定 间谍罪名成立 判监16年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去年3月公布 华尔街日报莫斯科分社的美籍记者 格什科维奇因为涉嫌为美国政府 从事间谍活动在叶卡捷林堡被拘捕 在叶卡捷林堡被拘留 成为冷战以来首位因为在俄 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美国记者 俄罗斯情报机构说 格什科维奇收集了有关俄罗斯一家 军工企业活动的机密信息 格什科维奇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俄罗斯错误拘留 格什科维奇 强调新闻工作并非犯罪 华府正努力争取 格什科维奇获释 欧洲部分国家也谴责裁决 在俄罗斯 间谍案件往往要几个月时间 才能够处理 但这次案件 以不寻常的速度闭门审理 19号只是第三次开庭 引发外界猜测 一项涉及格什科维奇的美俄囚犯交换协议 可能即将达成 全球多处使用微软系统的用户 19号陆续报告 电脑出现蓝屏死机的情况 影响使用该系统的全球多个机场 银行 电视台 超市等运作 巴黎澳组委说 他们的电脑也受影响 微软表示 发现第三方软件平台更新 导致Windows设备问题 初步确认问题根源后 已采取相对措施 目前部分服务已恢复 微软正密切监测相关数据 确保后续服务持续恢复 涉事的网络安全软件公司 Cloudstrike的行政总裁 向受影响的人士致歉 强调找到问题所在 并展开修复程序 事件纯属技术故障 全球性电脑系统当机 加上美国选举不确定性 以及对中国经济感到忧虑 欧洲股市19号收黑 伦敦FTSE100指数下跌49.17点 跌幅0.60% 报收8155.72 法兰克福DAX指数下跌182.83点 跌幅1% 报收18171.93点 巴黎CAC40指数下跌52.03点 跌幅0.69% 报收7534.52点 驻韩美军空军第七航空队 石骑奥表示 将群山基地第八战斗机连队的 9架F-16战斗机 临时调遣至乌山基地 为期一年 这样美军在乌山基地部署的F-16战机 将增至30一架 成为第36战斗机连队 美军将第36战斗机连队命名为超级飞行大队 北韩官媒19日报道 领导人金正恩当天接见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克里弗·路奇科率领的俄罗斯军事代表团 讨讨重要和必要的双边国防合作问题 美国及其盟友指责北韩提供弹药和导弹 共俄罗斯用于俄乌清乌战争 双方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后 也让外界忧心北韩会交付俄国更多的武器 孟加拉公务员招募规定引发的抗疫情势升高 多名学生18日对国营电视台纵火 这波动乱的死亡人数增至至少39人 网络追踪组织Netblocks称 有关当局几乎全面中断网络 Netblocks表示在网络中断前 当局曾试图限制社群媒体和行动数据服务 而这些是主办抗疫活动人员主要的通讯工具 最后新闻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39.59点 跌幅0.71% 报收5505.00点 大奥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77.49点 跌幅0.93% 报收40287.5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44.28点 跌幅0.81% 报收17726.94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